大家好 又到100個就魔辦的時間了 見不見到我剛才在這裡伸展一下 因為我們現代人經常坐著對著電腦 我們的筋骨都要伸展 亦都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很鼓勵大家趁著這個暑假 帶小朋友出去伸展一下筋骨 激發孩子的運動潛能 是很好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第一他們能量很多 體能是需要消耗的 晚上就自然不用擔心你 會睡得好 第二就是當你叫他伸展筋骨的時候 其實手指的動動也好 手臂或腳的動動也好 都是幫助他左右腦 另外就是我鼓勵他大自然接觸 你說外面很大太陽 伸髓伸汗 就是讓他經歷伸髓伸汗 否則他經常探冷氣 少少熱都受不了 少少太陽都受不了 這樣才叫脆弱 另外就是當我們給他多些運動的時候 不要只有他一個 讓他去探險 沒有險 去溪間那裡 當然你看著他的淺水 教他捉蟹 教他觀察魚 怎樣游 也或者是讓他曬太陽 很簡單 曬太陽也是增強抵抗力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之一 你說不要常去室外了 室內有什麼運動呢? 有家務運動 掃地 抹塵 抹槍 當然高的槍不要抹 抹槍框 抹槍架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現在的孩子 你問他 什麼都不會做 我曾經問過一個小朋友 你有沒有試過掃地 他說什麼來的 掃把都沒有見過 媽媽說這些都不能鬥 我的理論不是這樣 我覺得讓小朋友多些接觸 多些去學習 多些做家務 多些接觸大自然 多些跑跳碰 他這個暑假自然會覺得 很開心 很豐富 和很不一樣的了